捧起大把茶叶 大学生活力拍摄宣传影片 苗栗的亚太创意学院 茶叶技术应用系 目的在推广台湾茶叶 但今年才开办第一届 学生人数个位数 明年就要挺招 少此话冲击 招生真的很难 教育部最新核定 106学年度大专院校减招名额 一举减招9840人 其中记职提醒方面 以远东529名最多 一般大学 则是以中华大学498名为最多 高教工会分析 长期招生不满是听招主因 如果我们完全只是用一套 现在记型的 包括说过去高凤永达退场 跟现在的学校 让他们自由放任 去减招财病科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现象就是会让 越偏乡的 然后可能越冷门的 或者越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系 它在未来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高教工会认为 教育部的退场机制 应该有全盘考量 家长团体却持相反意见 因为台湾少子化 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统计大一新生入学人数 明年将首度跌破25万人 到了109年 恐怕不到20万人 让家长团体 忧心部分私校 招生更加困难 少子化已经事实 所以应该退场的大学 应该进展让他退场 否则的话 我们的孩子将来 他的权力会受缩 因为很多大学必然要关掉 那时候他如果继续招生 那学生怎么办 家长直言 未来大学生将种植不重量 不但可以改善教学环境 还能提升学生素质 大学减招势在必行 但高教工会质疑 教育部的退场机制不太完备 恐怕引爆教师失业潮 按法令规定 教育部作为主管机关 都应该还要有法定的职责 要将这些教师跟职员 要能够辅导 借聘到其他学校或其他科系 那他可以有很多配套措施 比如说有一些奖补助款 就是说如果你优先聘用这些 就是留用下来的教师或职员 教育部可能可以 有一些配套的奖补助 面对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冲击 专家认为 教育部应该积极辅导 学校转型 提出完整配套措施 才能对学生的受教权 或是老师的工作权更有保障 大家认为黄金亭登记中台北报道 今年第26号台北